卫生署推动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预定在明天就会送到行政院 目前初步规划费率可能是定在3%到4% 大约有5成5的家户健保费用可望减少 但是其他的4成5会增加 不过今天有立委质疑 按照二代健保的保费计算方式 未婚的单身民众保费未来将会大幅增加 对这些人不太公平 有关健保能不能够永续经营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周四将送到行政院 如果顺利通过就只等着立法院审查过关 由于二代健保是以家户总所得作为废机 来计算保费 因此废机扩大费率也跟着下降 二代健保将会比现行的费率 5.17%还要低 如果政府跟雇主也要负担的 假设是依照现在的规定 没有改变的话 那民众要负的 费率应该是3到4中间 一般预料行政院将会如期的通过 二代健保法草案 不过已经有立委质疑 目前卫生署版本没有订出费率的上限 一旦上路 卫生署可以随时调涨费率 有上限没有上限 我们没有特别的意见 一个就是授权 一个是由政府这边来订定一个上限 我们也非常赞成 至于委员来订定就好了 比方说维持原来的6% 另外也有立委质疑 未来未婚单身的民众 可能会负担更多的保费 以一个月月薪 四万多块的单身民众来说 目前每年健保费是八千多块 二代健保上路后 保费将加到一万九千多 负担加重 除了费率备受关注之外 未来究竟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 健保局初步的估计 有五成五的家户 健保费会减少 四成五的会增加 高所得 顶客族和中等所得的单身上班族 健保费将会大幅的增加 记者黄建蒋龙翔台北报道